欢迎收看今天的安利小学堂 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Azura老师 跟大家分享夏日的彩妆技巧 以及保养的一些小佩服 欢迎老师 哈喽你好 嗨老师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闷热 只要一离开冷气房几分钟 马上全身大汗对不对 跟你讲还有脸也是会全身大汗 对啊 最近脱妆的状况真的是惨不忍睹 而且有发现就是脱妆完了之后 不管怎么用力的补妆 都觉得好像补的不是很完整 例如说两颊的部分会觉得 好像粉有点上不上去 然后T字部位爆炸油之外 毛孔都看得好清楚 老师要怎么办 好 其实很简单 夏天到了 我们都会待在哪里 冷气房 没错啊 那冷气房事实上来讲 它会让我们皮肤的水分容易流失 那当然就 我们到夏季呢 我就会建议一定要做保湿的这个部分 好 那除了保湿之外 你刚刚有提到 毛孔 除大 还有呢 除油 这个部分 所以在所谓的清洁毛孔的部分 也一定要做足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说 其实在夏天 我们的保养就是要做好 保湿跟清洁的两个部分 对 老师像你刚刚有提到 要加强保湿跟清洁的部分 可是这个步骤我们每天的保养里面都有做啊 那要怎么样加强呢 其实很简单 女生每天都要做保养 对不对 而且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得非常足够 你只要呢 就是选择像是一个就是清洁的面膜 以及保湿的面膜就可以了 清洁跟保湿的面膜 那在质地上面老师有没有推荐的 例如说是一片式的面膜 还是是水洗式的面膜呢 其实像是水洗式的面膜 其实我是最建议 那在质地上面有没有推荐 例如说清洁类跟保湿类的 好 这样讲好了 清洁类的话 其实会建议你可以使用在像是T字 容易出入的位置 然后已经毛孔比较明显 你就可以选择这种 所谓泥状式的清洁面膜 哦 老师为什么你要特别推荐泥状式的面膜 来做清洁 好 像泥状式的面膜 它很特别的是它可以就是清洁 毛孔里面的一些污垢以及油脂 所以清洁完之后呢 你的毛孔呢 同时间也会变得比较平滑一些 哦 所以就是说它里面的一些物质 它的吸附力是比较强 可以把毛孔里面的脏污 极力地带出来 没错 而且你的用完之后 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滑顺 真的 好 老师那比较干的两颊的部分呢 好 那比较干的部分呢 其实两颊就是保湿了 那保湿的面膜事实上来讲 你就可以用像是乳霜状的质地 为什么是乳霜状的啊 好特别哦 第一次听过耶 好 很简单 我们要做保湿对不对 对 那通常水分比较容易流失 所以呢 乳霜状的质地 它能做到的是锁水 以及补水的动作 锁水跟补水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平常日常里面 如果我们做保湿的动作 可能只是擦擦精华液或是乳霜 它有保湿 可是可能锁水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要透过面膜来做加强 把水锁住 它才不会这么容易干 对 所以你看锁住水之后 你的那个皮肤的水 水壮感就会维持一整天了 真的 可是老师这样听起来好像很麻烦 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啊 其实真的不会耶 因为像你们女生呢 每天都是利用一些追剧时间啊 或者说像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间 那些时间来做就可以了 被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每天都在追剧 你说追剧的时候就可以敷面膜 没错 而且很简单啊 你看好我们刚才提到说 我们要做一个清洁面膜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保湿的面膜 那你呢就很简单 同时做就可以了 同时做 对 所以我不用先敷清洁 然后再敷保湿 我可以一起做 真的不用 要怎么办到 很简单像是我们T字容易出油的位置 毛孔粗大位置 我们就用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就是 泥状式的清洁面膜 好 那在两颊呢 比较容易偏干的位置 你就可以选择刚刚提到的 乳霜状质地的面膜 好聪明哦 所以这就是一种快很准的敷法 而且我跟你讲 大概三到五分钟 你就可以利用像是 锯换锯的中间的那个时间 去做清洁就可以了 老师你好了解 你有偷锥哦 其实我也会这么做啦 所以其实只要三到五分钟 一周两次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 很大幅地改进这个脱妆的问题 对 而且相信你只要做到的话 你的肤质的亮度 也会变得很好看 然后肤质的平滑度也会增加 那同时间你的持妆效果也会增加 好 今天就回去试试看 那再来老师我想请问啊 因为你也算是一个很知名的彩妆老师 经验很丰富 画过那么多大牌的女明星 还有一些明膜哦 那我其实也很想知道说 在夏天上妆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技巧 OK 上妆的技巧其实很简单 尤其在夏季 你的妆只要薄透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对 只要薄透 可是老师我们都会觉得说 既然它这么容易脱妆 所以其实早上出门之前 下手都很重 有没有 粉一直盖 因为怕它脱妆 所以这样其实反而更糟吗 对 没错啊 因为你看夏季一到了 我们皮肤怎样容易流汗 那你的妆呢 如果用厚的时候 脸上是会有负担感的 那你会不舒服之外 一流汗 你这就是跟土石流一样了啊 这个形容是好可怕 对 但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 以前的观念是错误的 觉得越怕它脱妆粉盖的越多 但其实效果更糟糕 没错 所以反而是应该要上的轻薄透 才是一个夏天妆容的 而且同时间你用的底妆产品 也可以用的很少啊 就是又省钱 对 又省钱 然后你的持妆效果也会变得比较持久 好 老师光说不练 今天既然遇到你的话 我一定要请你示范在我的脸上 我想学学看你的这个夏日妆容的技法 OK 没有问题 OK 好 那我就会带来的话 就是我们在夏季快速补装的一些技巧咯 好 那首先呢 其实在补装之前呢 我们大概知道说自己出油的位置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比如说像模特的部分呢 就会像是T字 以及B一两侧 以及下巴的位置 可能会有出油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会利用 像是我们的吸油面纸 快速的在这些位置呢 把油脂吸附掉 吸附掉之后呢 再来注意一下说 脸上是不是还有一些位置是有油脂的 好 像这个样子 吸附完油脂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像是B两侧 粉末如果说有卡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手 稍微把它推开 就像这样子 大致上的推开就可以了 好 再来的话就是补装咯 那补装的粉末 就是我们会用像是粉饼类的 那粉饼类有两个技巧 一个的话就是用蜜粉刷 一个的话会是利用 粉饼里面所附的这个海绵 来做补装的动作 好 那记得在使用的时候啊 粉末真的不用太多 就是少量方式 你可以在手上稍微轻按压之后呢 稍微在我们T字部位出油的位置 一样稍微按压 然后呢 鼻翼的部分 特别去加强一下 像是鼻翼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因为脱妆的关系 它会有一些泛红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粉饼的方式 把它这个位置稍微再次的调整跟修饰 OK 好 再来的话 比如说下巴的位置 一样轻按压就可以了 好 那利用粉铺的方式来做补装的动作 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会想说 我的粉会不会是比较厚重的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哦 你可以用蜜粉刷 再次的轻轻的把刚刚我们补过的位置呢 清扫开来 这样同时呢 就可以让脸上的粉末变得更薄透一些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其实夏天的妆容呢 是越薄透会越舒服 同时间越薄透 你的妆也会变得更持久一点 这就是我们在夏季如何补装的一些小技巧 就像这样子 OK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补装的一个动作了